大家好,今天分享一个芋头签古老肉的做法 首先准备大约400克去好皮的芋头 把它切成片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 然后把它放入到蒸锅里 盖上盖子用中火蒸20-25分钟左右 接下来准备大约60克的藤面粉 边加入热水边搅拌 热水大约90毫升左右 然后把它揉成面团 揉成像这样的状态,不粘手就可以了 放在一旁让它静置5分钟 接下来把正好的芋头压碎 然后把它倒入到大碗中 稍微的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放入藤面粉的面团 把它搅拌均匀 让它融合在一起 加入半勺的泡打粉 一茶匙的盐 一勺白糖 少许的胡椒粉 少许的五香粉 一勺麻油 然后再把它翻拌均匀 最后再加入60克的牛油 继续把它翻拌均匀 接下来把面团分成两份 把它揉成圆形状 只需要用到一个面团 把面团用保鲜膜包起来 放进冰箱收藏 在砖板上涂上一层藤面粉 把另外一粒面团涂上藤面粉 用手指在中间搓一个洞 然后把洞往外推 弄成圈圈的状态 如果面团粘手 可以撒上一些藤面粉 弄成像这样的圈状就可以了 热锅倒入多一点油 油一定要盖过芋头圈 油热之后放入芋头圈 用中火慢炸 把芋头圈炸至金黄色 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取出来沥干油分 接下来放入一把米粉 米粉膨胀后 马上把它取出来 沥干油分 把米粉铺在盘上 再把芋头签放在上面 先把它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用 大约300克的鲤鸡肉 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 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一茶匙的盐 一勺少许的辛酒 然后把它抓拌均匀 放在一旁腌制15分钟 接下来准备半颗青椒和红椒 把青红椒都切成小块 准备半个菠萝 也一样切成小块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酱汁 碗中加入一勺番茄酱 一勺白醋 一勺白糖 三勺清水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把腌制好的鲤鸡肉 打入一颗鸡蛋 再加入两勺玉米淀粉 然后把它抓拌均匀 刚才的热油放入里鸡肉 用中火把里鸡肉炸至金黄色 金黄色之后把它捞出来 沥干油分 锅中留下少许的油 放入青红椒和菠萝爆香 爆香之后再把酱汁倒进来 把它翻炒均匀 最后再放入炸好的鲤鸡肉 快速地把它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啦 把炒好的古老肉放入芋头圈里 香喷喷的芋头圈古老肉就做好啦 这样做的芋头圈口感滑顺 外皮非常的酥脆 非常的好吃 古老肉外酥里嫩 配上芋头圈 简直就是绝配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每个月都烦 int 感谢观看